同學,大家好 好 叫同學比較親切一點 我是黃柯仁 53年吧,還是52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年的緣份 52年 沒想到 過了半個四季,我們今天還能夠在這裡去 所以保重那天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嚇了一跳 大安一屆 怎麼可能呢 我就有點驚訝 後來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我很興奮 也很期待今天跟大家見面 回想到大安那個時間 我們籃球沒有輸過 現在到大安 大安中學是看 我們拿的那個 什麼金球盃那個頂啊 這麼高啊 還放在大安 然後還有很多回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次 雷聲 知道嗎 聲音很大 打那個廣播 一年二班的 大概是一年二班 蔣孝勇到訓導出來 有沒有 蔣孝勇就 那時候我們的制服很漂亮 他藍色的牛仔 蔣孝勇跑到辦公室去 說報告 那 雷聲說 這包括老師找我的事 有什麼事 雷聲跟他講 那時候校外教學要租個車子 不過你 你沒錢 但我記得很清楚 雷聲這樣講的 他說 蔣孝勇 我們明天要八部車子 啊 回去跟媽媽講一下啊 啊 這是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結果第二天早上八點鐘 八部軍車 就在學校門口 這是我的記憶當中 那麼簡單的說 那個時候 實在也很遺憾了 我只待了一年 張光正 他媽媽叫朱秀榮 他媽媽辦幼稚人 辦小學都辦得很好 他要辦初中 在內部蓋個房子還不錯 張光正就跟他媽媽講說 你一定要把黃柯仁挖過來 我不認識他 結果他約我去我也沒去 約我兩次我還沒去 因為我覺得 他跟內校長相處得很好 對 結果沒想到內校長找我 你應該去 欸怎麼回事啊 他說啊 我會調來調去 他後來到教育廳當副廳長 那朱校長是一個很熱誠 會辦教育很成功的 你去幫他忙 所以我去了 那時候在內湖嘛 單身房間一個 然後 學校很簡單 他說 你在大安當組長對不對 那我會給你當組長 這個組長很大 什麼組都沒有 去哪吹 學生又有住校的 那就沒有禮拜六沒有禮拜天了 一直到 有一個叫 這個 朱校長呢 很嚴格 他說 我們的學生要有禮貌 我們學生要有規制 我們學生氣質要好 還有呢 要想辦法 讓學校的氣氛很和樂 然後呢 讓家長很信賴我們 學生都愛學校 那我盡了洪荒之力啊 我在再興 一待一待了十三年 那 後來 有一個童子軍老師叫吳斌亮 記得嗎 對對對 他 就是教童子軍的 他在家裡還開一個 用品社 賣這個童子軍的 因為到再興去 我要 我要教童子軍 又教體育 又教童子軍 又是體育組長 童軍團長 又是管理組長 又是信義組長 正好住 住我一個 後來轉到 台北來 就在木渣買塊地 馬民潭嘛 馬民潭就是種那個角白筍 榨山田潭 蓋了 學到木渣 木渣就開始招高中了 我開始當殉葬主任 大概 又做了八年的殉葬主任 那 因為我參加童子軍啊 反正做什麼 我都很認真啊 這個 第一次出國 是參加童子軍 錄影 是在日本 第十三次世界大陸移 聶中山聶校長 當職二團的團長 我去做副團長 過一年 童軍總會派我帶隊到美國 參加全國大陸營 結果裡面有五個國中校長 他說 客人啊 我們都商量好了 我們到美國去的時候 外面的事情都是你喔 你需要排好我 童子軍的第一條諾言叫做 準備 我先準備了 寫了兩篇稿子 請英文老師幫我翻一翻 一篇稿子是 你去開會 怎麼講 你要介紹我們中華民國 介紹台灣嗎 介紹童子軍嗎 我喜歡 我不要 我又有風格 開會 開會 我會想做 我會打破